香港的发展,现在刚好配合在十四五规划里面 觉得它有什么优势呢?在香港发展出来的话 我觉得香港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国际的都市 所以呢,在联系中外方面呢,香港是有这个优势 那么只是长期以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是 在输入西方文化,介绍西方文化做得比较好 那么至于在介绍中国文化给这个国际的这种文化圈呢 做得比较弱 那么香港的人呢,对于介绍中国文化 通过这种不同的外国语文呢 英文呢,香港是一个优势 其实是很有条件的,这点可以做得比较好 你说解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很优秀的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批评传统文化里头有一些旧的 可是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没有必要再去恢复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东西 可是有些优秀的呢,我们继承还要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飞夷呢,因为是跟整个中国文化传统有关 特别是香港的飞夷呢,是跟岭南文化有关 大多数的香港的人都是从岭南地区过来的 是他们的后代,是吧 而且有许多连续是很密切的 甚至一些文化传统上呢,是直接息息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觉得是应该多做一些推广 让大家认识到这个 因为先要有认识,才能够比较好的发扬 这点事情,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多提醒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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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